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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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提高什么 防范作票的标准 这个绝对要从中选会下手 中选会下我们就是立法院 强力的要求监督 开多次的公经会 请中选会提出 防范作票的所有可行措施 出来 然后接受外部的建议 我们民间大家因为有很多的怀疑 来啊 来表示意见 对不对 开公定会 找外界的团体个人都来表示意见 怎么样能够防土做票 这些意见汇集起来 请中选会去研究 2024年 甚至明年22年 我们就要求该做就要做 不要再让民众在选举完之后 因为认为有做票这样的余力 造成社会的分裂 造成大家对你政府的不信任 或者造成大家对选举不公的怀疑 这可以防范 这应该要杜绝 所以我当党主席 我一定要求党团这么做 我们也会要求我们执政县市 因为县市的地方的选委会 基本上县市长 他们是来负责的 所以县市长可以要求 地方的选委会 也要在这方面加强反反 做出建议给中央选委会 这个我们绝对可以来做 无论是之前2020总统大选 还是罢韩罢姐 都有风声耳闻 听到一些作票的质疑 还有国民党监票不利的现象 听说总统大选还有一些地方 根本是没有去监票的 那不晓得 我也有听到这些 你讲的这些风声耳闻 但那时候毕竟我不是党主席 那这些过去要再查 有时候呢也不太容易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外界既然有这样的怀疑 就代表我们应该要检讨 我们就不应该再犯 所以加强未来的防范做票的作为 才是现在我们该努力的 然后去了解所有可能做票的行为 跟方式 那也更是我们现在要去做的 把这些整理出来 怎么样去防范也整理出来 然后怎么样 要求政府落实 要求中选会落实 要求地方选委会落实 这个是党可以来做的 也是我连任党主席之后 马上我们要面对什么 1218的公投 对不对 公投也是投票 只要任何投票 你就是要监票 你就要防范做票 所以年底的公投 明年22的大选 2024年的总统大选 这部分都是我们加强防范做票的一个目标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 找出所有可能的作票的行为 然后再找出所有防范这些作票 可能发生的作为 我们把它提出来 要求中选会落实 要求地方选委会落实 不要等到选后再来怀疑 江主席您有提到说 这个五大目标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您就要下台 哇 为什么这次再拔这么多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本来就是你要担任主席 你就该有的承担嘛 也是对党员的一个承诺 那这五大目标也是未来 我们短短的两三年内 你能不能重返执政的每一关 第一关就是1218 12月18号的公投嘛 两项本党所提的公投案嘛 再来2022大家很清楚嘛 地方县市长的选举嘛 再来才是2024嘛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 我还提到了包括推动两岸恢复交流的这个部分 就是两岸破冰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提出一个战将级的明星级的部分群名单 这五大目标啦 只要有一个没有做到 我就自动请辞下台 也不用再办一个选举来把我换下来啦 对啊我们就觉得为什么江主席这次要这么硬呢 因为如果12月18号的公投没过的话 那请问你 那你明年的2022的地方选举会不会受影响 会吗 当然会受影响啊 所以我说下一任的党主席 9月25号以后的党主席是带兵打仗的 是全面反攻的党主席啦 我过去这17个月我是在救亡图存 我让国民党从谷底走出来 从谷底向上爬 现在是不进则退哦 所以你必须尽所有的力量 你等于说把你这个位置压上去啦 来告诉党员跟告诉我们的志志的说 为什么我把它看得那么重 我可以用我的位置来赌 因为它的重要性是牵扯到后面的2022的大选 2024的大选 那12月18的公投是我们集结了100多万份的连署书 而成案的这个公投 让我们可以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政策 甚至现在是用选票来反对民进党 不是只有反对政策而已哦 这包括反对民进党 那如果你做一个在野党推动了公投 你没有办法让它过关的话 那你这个在野党 你说你要说服大家你可以重返执政 你拿什么说服 而且这个公投是25%过关了 25%啊 门槛当然还是比你说选举什么的 这些投票率还要低啦 可是因为他们有兵大选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必须用这么大的一个承诺 去让大家动员出来投票啦 所以我说第一个公投 只要公投两项国民党提案没过关 我就下台 目标就是要过关 过关了之后我们才有明年2022的县市长的选举 能够有一个胜利的基础 然后再来才有2024 这就是我敢做的具体承诺啦 四个候选人当中 大概只有我敢对这些事情做承诺而已 因为过去17个月 我想我打下了一些基础 我也是这四个候选人当中 目前最了解国民党状况的 最知道国民党党主席在现阶段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 最能够无缝接轨的 所以我做出这五大目标的承诺 去年6月6日 我们失去了高雄的执政权 我们还失去了一个议会的大家长 现实的压力 没有给我们抽搐的时间 敌人的攻击也没有因为我们哀伤而停止 挫败凝聚的我们 哀伤团结的我们 国民党有责任继续看顾韩市长 最牵挂的高雄市政 守护许议长最不舍的高雄市民 去年市长补选的过程 很多人说我们不应该提名 让民进党自己玩 但国民党不是这样 我当党主席就是要带兵打仗 我们不可能丢下高雄 我更不可能丢下自己提名的同志 我们不能落下任何一个队友 最终我们守住了国民党在高雄的基本盘 我们守住了高雄市议会议长的席次 只要我当党主席的一天 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同志孤军奋战 只要我们在一起 就是团结 这就是我争取连任的信念 也是过去17个月坚守的原则 中国国民党曾经是发动革命的政党 我们的DNA里面有革命的基因 国民党可以推翻专制 建立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作为民主的典范 民主的契机 我们是有革命DNA的 我们不单要战斗 而且会力拼到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